三百多米的地下竟然有人为一己 没想到在这里发现了这样的一些古城墙 这里是贵州前夕 当地人称为雄洞 据村民介绍 几十年前有采药人不慎跌入坑中 从此消失 至今也无人敢靠近洞口 我们要去的雄洞就在这下方 从来没有活人从这里下去过 我们在树上面做好了自然锚点 就准备往下 在这里发现了这种白色的蘑菇 从这个斜坡下去 离洞口的距离大概是一百米 一路下来都是这样的密林 在这里发现了一些蓝草 然后还有一些珍贵的植物 看这个 然后这边还有营养荷 它长在了原始的凤影面去了 马上就要到达第一个小平台 在这里发现了河手屋 到处都是 洞口的位置大概还有五十米才能到 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一个消水坑 看对面是一个河道 但是现在是干枯的状态 我们要去的洞就在这下方 神不可测 这个盐白菜长得非常的粗壮 还结了这样的果实 哇 这是一窝虫楼 在这里发现了一根虫楼 第一根200米的绳子已经没有了 还没有到坑口 下面冒着真正雾气 还不知道有多深 继续往下吧 看我在这个盐壁上发现了什么 哇 好圆啊 很软 它像抠抠糖一样的 整面盐壁都是 看到了吗 这 黑色的全是像抠抠糖 软软的 看起来非常好吃的样子 有谁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的吗 看好多 没人知道的话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个叫葛仙米 软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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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往下吧 下面有人吗 我们要去的主动倒是在下方 没想到在这里发现了这样的一些古城墙 这边已经坍塌掉了 看来还有古人在这里面居住过 我们去那边看一下 像这样的一些公式一般都是古代呀 躲避匪患 然后用的 这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而且不缺水源 看到吗 这里就在滴水 下面就是无尽的深渊 这是一条裂缝一样的树径 这里面不知道有些啥 哇 这明显有一个火堆 以前住在这里的人呢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煮饭的 嗯 这也是一个灶台吗 这个位置可以看出在以前也是一个灶台 没想到那边有路吗 我去爬方的时候爬了很多泥巴 成成一个斜坡不敢去 哦 可能很多年前这边是有路下来的 对 看 也就是我们的200米坐的无用功 四面都是绝壁 但是古代可以下来啊 现在呢年代太久已经塌方了 不知道还能发现啥 哇 里面没有动到 算了 我们还是往深渊前进吧 下面就是无尽深渊 这个天坑的坑口呢 像羊脚一样 也像一张微笑着的嘴巴 那里就是在此的位置 我刚刚从那里下来啊 准备往这个底部前进 在这里发现了一窝胡尔草 它开了一朵紫色的小花 这里看下去可以看到底 但是不要觉得不高 这里下去有100多米 下面是一个裂缝 肯定是一个大洞道 因为这个坑的口面很大 阳光能直射下来 然后在这个坑壁上面啊 长满了这样的一些植物 这个岩壁的四周呢 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些水滴 往下再滴 而且这上面很滑 有青苔 脚都踩不稳 还有60米 我们就可以安全到底了 经过接近400米的下降 我们已经下来了 从这里看上去 这个洞口是一个很圆的状态 下面呢 全是这样的一些碎石 这里非常干净 没有一点点的垃圾 全是这样的一些碎石的痕迹 而且这个洞道还挺宽 两辆大卡车并排 没问题 这里雾气开始越来越大 我们要去寻找它的主动道 这边有一个小洞 这个小洞人是进不去的 太小了 然后在我的脚下是这样的淤泥 哇 淤泥小心 我的天 我的天啊 直接会陷进去 这边是一个水塘 主要是看这边有没有冻到 这边没有冻到 确定没有冻到了 这个水塘里面全是这样的淤泥 这里也没有冻到 这边也没冻到 哇 这里的洞天很高 洞天最少都是 150米起步 这个天坑底部就是这个样子的 没有任何的冻到 只有这个小冻到 但是这个小冻到 人是爬不过去的 这就是一个消水的一个坑 一个窝窝 水是从那儿消的 冻到是从那儿走的 进不去 堵住了 里面完全是堵住的 堵住了是吧 哇 这下面很多这样的石子 红的 黄的 黑的 五眼六色的都有啊 还长了一根草 我的天哪 这还有根草 没有任何冻到 在这里发现了一些骨头 这应该是牛的骨头 没有冻到 没有冻到 看这边也是骨头 这应该是牛的骨头 肯定以前掉下来过牛 或者什么动物 吃的所有东西都不用带了 我们准备上来了 没有冻到 啊 就是这个样子 下面 这个洞呢 没有一点冻到 我们在洞口呢 发现了很大的塌方 很有可能 这个洞在以前是很神的 但是 被上面的塌方 那些石头掉下来啊 把这个洞道啊 完全堵住了 我的其他队友啊 还在往下降 我们在这里等他们下来 就要往上爬了 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